Will Thomas 那個人高馬大 比我大概高出來三個頭的這個 女子游泳比賽破紀錄的這個男人 他最近上了一個廣播節目 他說保守派很虛偽 很多保守派尊重他身為女人的自我認知 但是卻不接受他參加在女子的這個比賽裡面 是完全不合理的 我們來看一下 They're like We respect Leah as a woman As a trans woman or whatever We respect her identity We just don't think it's fair You can't really have that sort of half support We're like Oh I respect you as a woman here but not here They're using the guise of feminism to sort of push transphobic beliefs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in that camp sort of carry an implicit bias against trans people But don't wanna I guess fully manifest or speak that out And so they try to just play it off as this sort of half support They think about how twisted feminism Quote unquote feminism has become Their arguments You know in order to exclude anybody in the trans category You have to reduce women to reproductive capacity Which is in my opinion extremely anti-feminist I don't want to put those women down either And I know you don't want to want to Because I see pain I see pain and the pain is coming from somewhere It's not evil It's the patriarchy And how can we get people to see that 女權人是女強人們沒有保守派的人在攻擊你們 我們這些保守派的人希望你成功希望你做自己 但是那群像Layer Thomas這樣子的人在扭曲女權 是這群人現在說他們才是真正的女人 你們這些女人什麼都不是 他們認為他們只要留了長頭髮去游泳的時候穿個泳衣 就是女人了 你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化妝出來的東西 你一文不值 他們來欽佔你的廁所 欽佔你們的更衣室 奪取你們的獎盃 奪取你們的獎學金 但是Will Thomas是對的 那那個娘娘腔的這個男主持是完全錯誤的 但是Will Thomas在這個變性人是對的 他對於這些保守派的指控是完全100%正確的 沒錯 當保守派在那邊說我尊重你的選擇 我尊重你的自我認知 我尊重你的自由 但是你只能在這個情況下當女人 你在那個情況下的話就就就不是個女人了 這種半吊子的支持是虛偽的 你不能只承認我是個女人 而不接受我是個女人 沒錯 Will Thomas的邏輯是完全正確的 他不只是一個很會游泳的人 而且在所有這個變性人族群裡面 他的邏輯是正確的 OK 變性人的議題在我們的文化裡面 要不然就是完全無條件的被接受 這個就是他們現在在推行的東西 我們的性別要不然就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意義 不然就是有完全的意義 沒有什麼 Sex is sex Sex就是 sex Gender就是Gender 性別是性別 性別認知是性別認知 沒有這個樣子的東西 如果在這個國家裡面 女人有自己的廁所 女人有自己的體育項目 而且是被法律保護的話 那就沒有任何的假女人可以參加 因為假女人並不存在 只有神經病的變態男人而已 當我們說自我認知是女人的男人也可以參加在 女子的游泳隊裡面的時候 就表示女人的體育項目沒有被保護 因為Will Thomas這樣的人會進去把屬於女人的榮耀 女人的獎盃搶走 只因為他想要自我感覺良好 只因為為了他爽 我們可以知道變性人要不然就是存在 要不然就是完全不存在 只有這兩個選擇 我們不可以妥協 現在有很多父母家裡出了很多問題 基督徒家庭也是 我們常常聽到就是 我的小孩說他自己是變性人 他改變了自己的名字 而且要求所有的人都要使用他自己新創造出來這個名字 這個身為父母 我應不應該接受 這也是無傷大牙 只是換個名字而已嘛對不對 我接受他也算是愛啊對不對 我知道很困難 特別是這個樣子家庭的父母 我沒辦法想像 而且我也絕對不想經歷 我沒辦法了解你們的痛苦 但是我們不能接受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聖經上面說要孝敬父母 Honor your parents 名字是父母取的 我知道這邊的華人的英文名字 其實都是自己取的 沒有特別大的意義 也不知道名字代表了什麼 但是孩子的名字是父母取的 他們必須給你Honor 他們必須Honor你給他們的名字 名字的意義其實非常重要 我們禱告的時候是奉靠耶穌基督寶貴的聖名 大衛迎戰哥利亞的時候是靠著萬君之耶和華的名 路加福音耶穌在趕鬼的時候 問那個鬼就是你叫什麼名字 改名可不可以 在聖經裡面其實改名是非常常見的 亞伯蘭變成亞伯拉罕 雅各變成以色列 西門變成彼得 如果改名字是要榮耀神的話 那我覺得改名字是一件很棒的一件事情 但我姓主的人叫做Andy 他就覺得他自己要像提摩他一樣 所以他就改變自己的名字叫做Timothy 你如果是在高中的時候認識我的話 你大概會叫我Vick Vick被警察抓過而行為又不檢點 所以現在叫Ethan 如果你是個新造的人 有著新的人生 而且你要用你的名字來榮耀神的話 改名字是一個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變性人們那些人他們改名字 他們唯一的目的是什麼 他們不是要榮耀神 不是要建造人 而是要攻擊家庭 攻擊他們最愛的人 當他們在要求你叫他們新的名字 然後說如果你不叫我新的名字的話 就是不愛我 是在殘害我是在攻擊我 那麼我們就更不能妥協 我們要愛的是真正的他們 不是他創造出來的虛假的人 接受他們新的名字 就等於是接受了他們虛假的性別認知 就是讓他在跟他們的最妥協 這個樣子的話就不是出於愛 而是出於絕望 我們有沒有勇氣 愛神超過愛我們的孩子 我們有沒有勇氣 不跟被世界吞噬的孩子妥協 在這個小小的換名字上面 就可以看得出來 給他們適時真正的愛他們 甚至隔離他們 直到他們認罪悔改才是真愛 讓子回頭的故事告訴我們 那個主人只要那個小兒子悔改 回來了之後他就可以有所有當兒子的榮耀 神在我們吃了分別善惡書上面的果子之後 是把我們隔離的 而且請兩個天使守在伊甸園的前面 不讓我們進入 因為神愛我們 不想要我們永遠活在罪裡 然後永遠跟他隔絕 我們面對我們的親人也是一樣的 不可以妥協 妥協了反而是在傷害他們 殘害他們 而且讓他永遠活在罪裡 名字的重要性是絕對的 如果你不是個基督徒的話 你要知道的就是 任何一個犯人 任何一個國家 罪犯進到監獄裡 第一件事情就是失去了他們的名字 變成一串數字 只是一個編號 失去名字代表你失去人格 失去人權 你只是個努力